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北京疫情大爆发 放开封控之后 由于中国的疫苗基本无效 疫情目前正在中国迅速蔓延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 目前的防疫体系是一片混乱 居民的抗原自撤阳性了 他们也不上保给防疫部门 这才是中国特色 中国人感染病毒以后 很多人的想法是 品什么我感染了 别人不感染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在乎是否传染给别人 另外就算是报告了防疫部门 防疫部门现在也不愿意派大白去转运病人 而是要求病人自己坐车到医院去 当然病人在北京 肯定大部分病人舍不得花钱叫出租车 就是叫了出租车 出租车可能也拒绝他们上 所以说很多病人恐怕就是坐地铁 坐公交车去医院 这样可能导致大量的密切接触人员 也就是说能够广泛的传播病毒 而且现在北京的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部都排起了长队 北京的医疗系统正在接近崩溃 因为这两天形势发展很快 大量的医生护士防疫人员现在都被感染了病毒 他们可能下一步都要去割离 所以中国是非常滑稽的 当全世界都已经结束了疫情的时候 中国才刚刚开始 也就是说三年的封闭 反反复复的清零 竟然都是一成空 中国人民几乎是白白的忍受了三年禁闭的苦痛 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而更要命的是中国的国产疫苗实际上毫无用处 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验证中国疫苗 能够挡住病毒或者说降低病毒的死亡率 而且中共又一直拒绝进口美国的辉瑞疫苗和摩德拉疫苗 不过种种消息表明中共的上层 早已经偷偷的注射了辉瑞疫苗或者摩德拉疫苗 比如说习近平 还有中共的高干 还有中国军队的军官 中国的人口达到14亿 中国的专家说 恐怕最终得有65%以上的人会感染新冠病毒 只不过时间不同 有的人可能还会感染好几次 那么问题就来了 尽管奥米克戎目前的症状很轻 但是如果10亿人先后感染 反复感染的话 那么就可能产生新的变种病毒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已经有了几次变种的经历 在中国更容易变种 因为中国的环境污染是全世界最为严重 所以中国的情形是最为恶劣的 而且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在全世界是最差的 中国人不仅抵抗力差 而且抗菌素又长期被滥用 几乎摧毁了中国人正常的免疫能力 这导致中国人的基础病在全世界也是最严重的 差不多是全世界的好几倍 就是所有重要的基础病 你要看看数据的话都会吓一大跳 中国人是世界之冠 而新冠病毒主要危害对象 恰恰就是基础病患者 而不是普通的健康人 所以说中国人尽管奥米克戎这个病毒 对全人类的杀伤力都不太大 但是对中国人可能是非常的厉害 现在一般的西方科学家认为 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学家 为了增强感染性在SARS病毒的基础上 又加入了很多病毒 反复实验多次改造的成果 SARS病毒的致死率本身就非常高 SARS病毒本身也是中国实验室长期研制出来的 而且特别的是 SARS病毒似乎主要传播中国人 因为当年SARS病毒主要泛滥成灾的 就是中国香港和台湾这三个地区 直到现在呢 中国的很多病毒实验室里仍然保存着SARS病毒 中国的媒体甚至曾经两次报道过 在2003年SARS肆虐之后呢 又泄露 不过呢 都因为及时发现而阻止了传播 在这个新冠病毒传播到西方之后呢 由于来势汹汹 所以美国的这个大型的医疗 这个企业都投入了呢 比平时研制疫苗多几十倍的资金 科学家还有科研人员 但是呢 还是花了一年多才拿出这个疫苗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科学家不了解新冠病毒的主要成分 那就是SARS病毒 也就是说呢 中国社会呢 中共呢 是蓄意向全人类发动病毒战 所以呢 它没有告诉国际社会这个SARS病毒的情况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比如说DNA它的序列等等 所以说呢 才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耽误了至少好几个月时间 西方国家才拿出这个新冠的疫苗 另外呢 就是有消息表明呢 最近几天呢 中国很多地方仍然有大型或者小型的 这个群众集会 尤其是大学里边 就在前天晚上浙江大学 还有上万学生聚集抗议 学校的不合理的管理 所以说呢 我感觉到呢 中国正在进入群体抗议时代 而这个呢 很可能就是三年分控的结果 也就是说呢 中国人现在基本上都患了抑郁症 就是说呢 欲出激怒 很容易就是说呢 表达抗议 就不像以前那样 就是那么老实 那么好管理了 而且呢 马上中国呢 还要进入疫情大传播时期 这样呢 可能会使中国人更加愤怒 所以说呢 中国这个社会呢 是 本来就危机深重 将来呢 很可能随时呢 各个地方都能闹出事情来 而且呢 到现在为止呢 习近平 中共中央也没有为三年 他们的分控 毫无意义的分控呢 向人民道歉 另外呢 就是乌军云梁大型战役 目前的俄罗斯军方呢 已经基本确认了 乌军打击 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基地的 成土重型无人机呢 竟然是废物利用 原来呢 乌克兰有很多苏联时代 遗留的图141 侦察无人机 因为款式太老 长期无人问津 但是现在乌克兰武器专家呢 把它改装成了 自杀的无人机 因为土耳其的TB-2无人机呢 虽然也让俄军很头疼 但是它的作战半径太短 只有不到200公里 无法对俄罗斯 众生战略目标进行打击 而给航程可达 它500公里以上的图 141无人侦察机 安装上炸弹 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这也证明了 乌军现在有不少能工巧匠 而且呢 乌军的这个创举呢 在军事上意义重大 因为这意味着 乌克兰能够改造更多的老式飞机 比如说在以前的 驾驶舱里面 给它装满炸药 这样呢 就把它们变成无人机了 因为这种老式飞机呢 它飞行速度慢 反而呢 更危险 所以呢 乌军呢 已经有能力轰炸莫斯科 轰炸克里姆林工 你想想把那个淘汰的 几千架的老式飞机 驾驶舱里 装满炸药 让它定好 贴着地面飞行 投到莫斯科去 俄国人是毫无办法的 目前乌军呢 还正在原谅一波大型的攻势 是在克里米纳 斯瓦托弗方向 因为这个地方的主力呢 俄军主力呢 突然开始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 这就让人良想到八月份的哈尔科夫战场 当时乌军呢 把八个集结化率翘翘开往前线 而俄军呢 竟然什么都没发现 结果呢 各支部队都发现自己呢 可能突然面临包围 所以只能落荒而逃 现在斯瓦托弗的乌军呢 与少数小分队在前线不断渗透 并且通过无人机和侦察机 来搜索俄军防线的薄弱环节 同时呢 乌军也正在讲 原本部署在乌克兰南方的海马斯火箭炮呢 修整好了以后呢 正在调到巴赫木特战场 这些大杀器呢 将在登巴斯数百公里的公路上 进行激动作战 将能够对俄军造成大范围的杀伤 另外值得一提的呢 无线电静默呢 很多中国人也许能想起了二战的时候 那时候日本人无论发动 偷袭珍珠港 还是发动中途岛之战呢 都是使用了无线电静默 无线电静默呢 就是说呢 各支部队之间呢 在短暂的时间内 比如一天两天三天之内呢 或者几天之内呢 不再使用无线电联络 这样呢 就给敌方的侦察 带来严重的困难 upon casualties 不再存在 不再存在 Kerry 比如 Dat 点